因疫情延宕 时隔七年才重启的医学中心评鉴 今年竞争激烈 台北区共有十一家医院申请 卫福部六号召开记者会 公布医学中心评鉴结果 决定台北区及北区 新增三家医院升格为医学中心 打破原有台北区八家医学中心的上限 您可以把它想成说 几乎就是同等同分 所以无法被 没有办法做区别 所以我们真额的平定 卫福部表示 医学中心评鉴目的是为了提升 医学中心的服务品质 今年台北区符合评鉴标准医院 除了原有的台大 北荣三种马街 新光国泰万芳子亚东医院 另外新增台北慈济与双核医院 北区部分原本只有长庚医院 医院扣成长医疗需求 今年新增新竹台大分院 预估新增三家医学中心后 受影响的门诊人数约一万人 他是有原来的区医院两百四十元 调高到四百二十元 然后急诊是从四百元调到七百五十元 有半数集中在双北 请问区域正义何在 即便对健保冲击不大 但是对于分级医疗的冲击 对于民众就医负担的冲击 以及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影响 请问都有纳入考量吗 卫福部强调 台北区新增两家医学中心 健保医疗费用推估支出 约一亿六千万点 占该区分总点数之百分之零点零九 对健保财务影响极低 至于中南东区的医学中心评件 也将在今年陆续完成 并宣布启动医学中心评件改革 要让医学中心更贴近照护及重症病人 发挥医学中心的功能 而新智预计在三月一号正式上路 与世新闻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